WIN RAR 压缩软体的制作 那进到Google的时候呢 请同学打WIN RAR 这是一套很有名的压缩软体 压缩软体做什么呢 如果我有100个档案要给人家 哦 你用email附件100个档案 谁都受不了 我可以把它打成一包 变成一个档案 这样方便寄送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 档案会变小 所以压缩档案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 可以把很多档案变成一包 第二个可以把档案容量变小 记得更快 来 按Nend去搜寻这个吧 那这个是试用版 点起来 试用版没有关系哦 全功能才需要付费 如果你只要做压缩几压缩 其实不是40天 永远都不用钱 来 我们就点 现在电脑大概都是64位元 当然在台湾我们就点选 Windows中文版 这个 好 就点下载咯 下载就在左下角这个地方 进度就在这里 那如果没有什么 点这里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点起来 好 就点执行 好 来 再点选安装就好了 好 这时候我们再说一下 它说这些档案的格式呢 都让我来帮你处理 这档案连结 其实你在安装程式的时候 它会跟电脑做沟通 下次在电脑只要看到这些档案呢 通通由我来开 这些都是压缩档 因为我认识它 所以安装电脑程式 不是把程式扣到电脑去这样而已 它会跟电脑做注册 表示说这种这种这种压缩档 下次都由我来负责 就像你开Word的档 DOC 按两下会自动打开Word的一样 这是安装的过程 第一个 把程式装到你电脑 第二个 跟电脑做注册 表示说这些程式 就是我可以来负责这些档案 好 按确定就好了 再点确定 完成了 哦 那开起来就不用管它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来使用的时候了